十九章十九章十二节开始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先说吧 谢谢 你先说吧 关心里奥米你说 就这个 Quoralsam Quoralsam是一个形容词 Quoralsam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Quoralsam是指那个吵架 争吵 很厉害的争吵 就是指嘴巴的 用嘴巴的 OK好 Quoralsam 后面加一个S-O-N-E OK 它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是一个爱争吵的 喜欢争吵的 叫Quoralsam 喜欢争吵的 OK 所以你娶了一个老婆 就这个老婆是 没事就是喜欢跟你吵架 就是喜欢动嘴 就是喜欢跟你吵架的 这样子的人 OK 叫Quoralsam Quoralsam Wife 好争吵 喜欢争吵 爱争吵的 OK OK 怎么样 后面那个 Dr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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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pping是滴滴答答的 那个叫Dripping OK Dripping Dripping 比如说那个汤 有的时候汤不够浓 你拿起来的时候 它会滴滴答答 有没有 那个就叫Dripping 你的乌漏偏逢 连夜雨 那个就是Dripping Right 就是Dripping OK 就是指 他这个 因为他喜欢吵架嘛 肯定 唧哩哐哑啦唧哑哑啪哑的 那个很挂躁的 OK 所以那个声音不断地 让这个丈夫觉得很烦 就是觉得 就好像 一直在 一直在漏的那种 好像下雨连连 下雨的是在那 D漏的那种感觉 他老是在你旁边 唧唧呱呱唧唧唧呱 这个叫Consted Dripping 好 有没有问题 明白了 谢谢老师 OK 好 我想问一下二十章的第六节 二十章的第六节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来第六节怎么样 它这里出语是many 他出语到底是many 这个many是不是出语 many a man是什么意思 many a man many a man主要指的是什么 首先many a man是一个特别的用法 所以什么叫做many a man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谁知道什么叫做many a man 到底是many还是a man 在这 many吧 强调many amany是主女吧 多像这样的一个男人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这种的人 他是many a man 是指 OK go ahead mary你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 many是个主语 然后many应该是claim的后边的 他的宾语 就是一个人 说很多 因为他就是固定的 固定的一个 他是一个固定的 就是many a man 你注意看 他虽然有个many在前面 可是他 他必须要用单数 动词后面是要用单数的 第三人称单数 many a man 通常是指一种现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现在社会上一种现象 女人都喜欢穿many裙 假设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现象 女人结婚的时候 都要求要钻石 many a woman many a woman OK 现在的女人结婚的时候 都要 现在有人找工作的时候 都要五显一惊 这是普遍的现象 所以当你在描述 他是一种现象 一种事件 或这种情况 就是很普遍性 他有一个普遍性的时候 他这个是一个单数 但是他的普遍性 却是负数的 意思里面 他在讲这个状况 是很多人都这样做 可是他这个句子的动词 你要用单数 你得这样记 而且是一个有普遍性的 比如现在北京 好多人都喜欢吃榴莲 OK 好多人都喜欢吃榴莲 这过去没有 对吧 以前榴莲没有进口 这是一个普遍性 但是吃榴莲的吃这个动词 得用单数 所以我们就是在讲一种现象 一种普遍性 一种有代表性的一种现象 现在女人都不喜欢穿高跟鞋了 大家都喜欢解放我们的脚 要穿的自然一点 天然一点 Many a women Many a men 用这样子用 OK 好 明白了 谢谢 对 谢谢老师 特殊的用法 Right Many a men 好 Many a student 现在学生都喜欢干什么 都喜欢玩游戏 OK Many a student OK 但是那个什么 学生现在都喜欢打游戏啊 什么什么 但是你的动词用的时候是单数 可是他讲的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现在学生都喜欢打游戏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19章的23节 19章的23节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后版部分 后版部分 那个意思不太明白了 那个rest content OK 所以他告诉你 先告诉你说 敬畏耶和华可以得着生命 这部分没有问题 OK 怎么得着生命 OK 所以他就要告诉你 得着生命 是什么意思 是你们家多个孩子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OK 所以 one rest 这个rest 我们知道是什么 休息对不对 一个人 休息的时候 content 这个content什么意思 满足的 满足的 就是他休息的时候 一个人 他休息的时候 他是非常满足的 OK 他是 他的灵里面 是得着休息的 而且这个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untouched by trouble untouched 那个trouble trouble是指我们的什么 麻烦一般说 是吧 祸害 麻烦 OK 祸害 他那些祸害 恨不着他的 OK 这就是所谓的生命 因为他灵里面的生命 是非常舒适的 OK 所以one rest content 是指一个人 他会安于他的现状 他会 这个rest 就是他 他待在什么地方 他就会非常满足 把你送到这个新疆去 你也很满足 把你送到浙江去 你也很满足 把你送到个海岛上去 你会在那里 休养 生息 content 非常满足 而且你不会被 不遭祸害 祸害碰不着你 untouched by trouble 这个是他讲的 他怎么会有这种 life 他怎么会有生命呢 嗯 对 要得到生命 就是人会比较 受保护 那种感觉 但是你信了上帝之后 你就了解他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经过耶和华的时候 首先我们真的内心 非常的平静 very content 绝对content 你现在把你送到天安门去 你也很content 把你送到这个海南岛去 你也很content 对不对 我们时常保心 因为我们常常祷告 常常读经的人 我们内心是非常平安的 OK 非常滞足的 OK 然后因为你这个人 知足 你读了这个真言书以后 你不会多嘴 你不会去惹事 你的个性很平静 这种人通常也不容易遭受什么祸害 对吧 这都有一系列关系的 都有一系列的关系 所以那些祸害 根本就碰不着你 你就是做一个 专心等待耶稣再来的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untouched by trouble 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刚信的人 或者是一个外邦人 你们这真言到底说些什么 都读不懂啊 所以真言不能当成我们一开始 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人给你解释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读过 首先读过四福音 你知道有耶稣这个人 然后呢 你再从创世纪一路读来 犹太的这些历史以后 你了解神是怎么引领犹太人 你知道怎么样讨神的喜悦 你知道神到底看重的是什么 等你这些都读了 读到现在这个真言的时候 你完全同意 你完全对他说些什么 这句话好感觉 敬畏耶和华 得着生命 喜乐平安 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绝对这个content 是来自灵里面的 你天天祷告 天天读圣经 天天与神在一起 怎么会不content呢 怎么会不content呢 把你送到海南岛 你也content 把你送到这个山东 你也content 送到黑龙江 你还是content 是不是 基督徒的眼睛跟耳朵 跟他的感觉 他所对事物的想法 是跟外部人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 谢谢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24节这种形容懒人的方法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 哇 这个太形象了 开始没太反应过 后来讲这个太形象了 我们中国也有讲懒人 就是那个丈夫把饼挂在他头上 出门了 这样我不会饿死 但这样还是饿死了 为什么 他太懒了 他自己咬了他嘴巴前面的那些饼 他懒得把饼转过 所以前面的人吃完就饿死了 后面的饼没有转过来吃 这个呢 圣经上形容一个人懒到这种境界 这也是打开眼界 是吧 嗯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这个20章的第二节 20章的第二节 所以这些啊 有好多都是可以教育孩子的 这小孩太懒了 你刚刚那一节你就可以教他 你千万不能太懒 懒到什么什么德性 对吧 OK 第二节 好什么问题 那这个是forfeit 这里是 失去 失去他的生命 forfeit 什么叫forfeit 什么叫forfeit 这个字 这常常 法庭上常用这个字 forfeit 有没有学过这个字 有没有学过这个字 这个东西就没效了 没用了 OK 什么东西被没收了 你丧失这个权力了 通通叫forfeit forfeit OK好 现在比如说法庭上有个规定 OK 这个你有一个什么违约金 比如说你现在需要缴个罚款 你这罚款啊 3月1号以前必须缴 我现在这个这个法官说 我好 我给你一个这样子好了 3月1号以前你必须要交这个 你交的话 3月1号以前交 是我给你打个对折 本来是要交200块 现在给你打八折 比如说180就可以了 啊 OK 好 特别特别优惠啊 法官给你特别优惠 但是如果3月1号你不交 3月2号以后你交 就是500块 你这个权力就被forfeit forfeit 就是本来给你的这些 这些权力 你现在就丧失了 什么东西丧失了 没有了 没收了 受惩罚了 就叫做forfeit OK 他本来是可以 这个被这个高中 直接升入高中去读书 或怎么样 但是因为他在初中毕业的 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作弊 所以他直升高中的那个权力 被forfeit 就没有了 你就不能直升这个高中 这样能不能理解 forfeit 所以forfeit就是指说 你失去某一种权力 你要被罚一些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自己的过失 你或者是你被没收 被什么 丧失了权力 我们都用forfeit 这个字 forfeit 好 所以forfeit his life 那就怎么样 生命没有了吗 你就失去丧失你的生命 这里的anger是动词 angers him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如果你敢去惹那个皇帝 生气的人的话 惹他动怒的话 你是会没命的 forfeit his life 当然你说我学 我就讲说 you will lose your life 你会失去你的生命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两个人比较 一个人会用forfeit的话 显然他比较高达上 他用的英文比较深嘛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就学会forfeit forfei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二十章五节呢 二十章五节来 什么问题 就是后半句 把他们吸引出来 是吧 那个zim是指的前边 那些 那个状况 是吗 他用draw 这个字是有道理的 你有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要用draw draw 因为我们去 我们以前学过 那个 那个不是有一个妇人吗 这个萨玛利亚妇人 他跟耶稣 遇到 对 打水那个 从经理打水那个 那个打水的动作 就要用draw 为什么叫draw 然后他说 耶稣说 我可不可以喝一点你的水 对吧 那个人说 你是来打水的吗 你怎么连个 装水的东西都没有 container都没有 对吧 照理说 是要有个装水的 比如说你有木桶 那时候没有塑胶 桶子 或什么东西 然后你把它从井底 用那个绳子 拉上来 那个叫打水的动作 所以用draw 是最合适不过 对不对 用draw 拉出来 ok 好 现在因为前面有个 deep water right 但是他告诉你说 这些人心 其实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每个人的谋略 藏的都很深的 所以他说是 the purpose of man's heart are deep waters 就像深渊里面的水一样 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的 有人爱钱 摊财 有人摊色 有人是爱这个爱那个 每个人心里的算盘打的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深渊里的水 不容易明白 我们根本就不 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a man of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就是能够通派 通彻深入的 这些有智慧的这样 聪慧的人呢 他是可以把那个水给拉出来 因为你讲水嘛 我现在就跟你讲 就像打水一样 他可以把那个水给拉出来 那中文比较好听的中文 比较高尚一点的中文 叫挤引出来 就是把那个水给拉上来的 聪慧的人会看出人心 到底在想些什么 人家动脑子 ok 所以这就是 聪慧的人 是指的明察秋毫嘛 能辨辨人心 对 看清楚 对 对 那这个地方 这个draw本来就是 打水的动作 draw 对 对 所以这地方用draw是很合适的 非常合适的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刚刚这个第六节我们讲的是 每个人自称这个claim是他自称 自己说自己 哎呀 我爱你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每个人都这样 unfailing love 对不对 不屈不挠 永远不会放弃 我对你是永不改变的 我的真心怎么样 每个人都这样说 但是谁能找得到一个信实的人呢 信实的人很不容易找到 是吧 所以人的话要很小心 人说的话要很小心 老师刚才那个 说那懒人的那个 那一句话是 后半句还有那even brain even brain 在那这儿是什么 是戒指吗 十九章的 我不晓得第几节了 那个懒人在哪 二十四 二十四 好 这个懒人怎么样 even brain 他甚至 他甚至 OK 他都绝对不做这个事情 Will not Will是很强的口气 He will not even 他甚至都不做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懒到 把手插在盘子里面 但是把你的手拿出来 放到嘴巴里 他都这么懒 你必须 把手从盘子里拿出来 拿出来才能把食物送进嘴里 是不是 他连这个动作都懒得做 那没得说了 必须饿死了 怎么这个even even是副词 哦 副词啊 副词 副词它是修 一般是修 brim back brim back to 这个动作的 修是这个动作的 对对 甚至连这个动作 他都不想做 就是加强语气的意思 是吧 如果不用这个even的话 也可以 是吧 那就表达不出来前后的 用这个上下 表达不出那个意思来 因为我们现在讲 这个人很懒 然后相对的是 他这个动作不做 他甚至这个动作都不做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都不做 嗯 所以你没有even 很难表达 对对对 生级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even 感觉就是 这人把手插在盘子上里面 然后他不把手伸出来 拉出来 放进嘴巴里 就这样而已 描述一个事实而已 你有一个even的话 就有一个画龙点睛之妙 所以你看他连这种简单的事情都不肯做 因为他太冷了 好 明白明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我想问一下 20章1节的那个string和那个string什么区别 A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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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跟哪一个 还有一个没有带一个A的那个string 那个27节的 27节有一个 Street from 27好像是19章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副词 对 Straight from 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是个动词 对吧 动词 Straight Straight from 走偏了 走迷路了 偏离了 Straight 然后我们这边20章的第一节 这个呢 是Let astray 所以这个是修饰他的副词 他被引导到走到斜路上去了 走歪路去了 这个就是副词了 修饰动词 OK 明白了 谢谢 好 没问题 那是19章的15节 好 15节来看看 15节 OK 好 15节怎么样 Bring on Bring on 就是导致 舒适高 对 会使他陷入这种状况 Bring on 对 你跳发生 好 谢谢 好 所以懒到最后会让你沉睡啊 因为你心太宽了哈 心里啥事都没有 那就 一直想睡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好 嘿你好 就那个 20章那个5节 那有个词 我还会 对起 那个读 第5节来看看 第5节怎么样 就是 后面的那个 倒数第4个吧 就那个 道数第4个词 1 2 3 4 understanding 是不是 哦对就这个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注意那个st读的时候 你那个s不能练太长 standing 如果我练长了 你听听变成这样 standing 就会感觉死太久 这个就 就不像英文 对吧 所以st的时候 我们要练快一点 understanding standing Standing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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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ng 好的我知道了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丁老师 那个21章用个 21章 21章 21节 错了 29章 21节 OK prevails prevails that prevails OK prevails prevails 是让他占上风 prevail 什么事情 prevail 这个事情会占上风 这个事情会赢 叫做prevails 两个球队在打球 这个球队啊 看起来就是会赢 他们占上风 OK 他们的球员都很厉害 都很怎么样 OK 这个叫prevails OK 他肯 他一定能胜出 我们 我们甚至 社会上流行的事情 也可以用prevail 这个字 哎呀 现在啊 我跟你讲 这个A字群 长群 什么群 什么群 通通都没有用 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 这个mini群 假设啊 随便乱讲 现在mini群胜出 所以用prevail 这个字就表示 这个mini群 这个东西呢 就是占上风 那就是 比较多的人 都喜欢穿mini群 比如说 你在街上一走 哇 十个人里面 有七个人都穿mini群 可见这个mini群 是占上风的 mini群是引领风骚的 是引领这个流行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prevails ok 所以在这里讲 many are the plans in man's heart ok 在人的心里面 有很多的计划 但是呢 人算了半天 我们不是说吗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天就是神啊 就是耶和华 it is the Lord's purpose 只有耶和华 purpose就是说 耶和华已经定好的目的 他定好 他决定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that prevails 耶和华一定要占上风啊 一定要赢的 是吧 你想了半天 你算计了半天 哎呀啊 我要赚多少钱 一年赚五百万人民币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折腾半天 这个小九九算了 算了又算 但是最后 一定是神的计划赢的 ok Lore's purpose that prevails 所以prevails这个字呢 讲的就是占上风 比如说打球的时候 哪个球队占上风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 穿衣服流行的时候 什么赢 什么是引领先锋的啦 引领时尚的啦 我们都可以用prevails这个字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明白了 他在那边是人 也老师 good 好 老师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十九章二十一节 那个第一 半前半句 那个正常的语续 是不是 the plans are many in a man's heart that's right 对了 对了 the plans are many in a man's heart ok 在人的心里面的计划很多的 但是我把many 提到前面 就是加重语气 ok many in a man's heart 对了 many也很多 哪一个that 这个 Kathy你讲的那个that 是这个句子里的that吗 因为我可能 oh这个that that prevails 这个that 是不是你指的是这个 ok but it is the Lord's purpose that prevails 你想把这个that 省掉是吗 这个that 你们觉得可以省掉吗 Mary 你觉得可以省掉吗 嗯 不可以 它是定语从句里 做主语是不可以省略的 它是指的这个purpose purpose 代替这个purpose 把这个that拿掉之后 就读不通了 我们就主语不完整了 就读不通了 ok it is the Lord's purpose that prevails 就是那个会领先的 那个是会占上风的 那个说了算的 就是神所定的这些目标 这些目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prevail 对 prevail 然后是这个 第五章的二十二节 好 二十二来 怎么样 这两个好像 这个 这个翻译好像 两个 一个是仁慈 一个是穷人 说 比那个说谎言的 跟前面半句 没有关联 你有没有关联 前面讲的是说 很多人 他们渴望的 就是那种 unfailing love 渴望的是爱 渴望的 desires is unfailing love 他们渴望的都是那种 不离不弃的爱 这种不屈不挠的爱 永远不变的爱 每个人都渴望 然后 后面突然提到 你只好做穷人 而不要做一个 说谎的人 OK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放在 一节经文里面 对吧 为什么 想想为什么 他要跟这个 跟这个前面 这个不屈不挠的爱 放在一块呢 这个跟 就是没有 来 你说老师 你说 你说 我就是他 后面加一句 这个意思 就是补充前边 就是没有什么人 能够 就是那个 坚守那个爱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讲这个 这个需要 接受爱的受体来讲 OK OK 比如说我们 我们讲这个话 每一个人都需要 这个 what a main desire 就是 几乎 大家都是这样子 都希望得到 不要被人家骗 对不对 我希望 我希望得到的是 永远不屈不挠的爱 我希望你给我 海誓三萌 是吧 Unfilling love 好 那么这个 unfilling love 只能从谁来 你信得过人吗 The Lord The Lord Yeah 信不过人的 OK Unfilling love 只能从神来 从神来的话呢 他就说了 你宁可做一个穷人 胜过做一个说谎的人 对 穷人跟说谎的人 哪一个人会得到 神的这个 神的这种 神的这种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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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特别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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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较你穷富 对吧 所以穷不穷 在神这里 不是一个条 不是一个 关键的决定 说神给不给你 这个永恒的爱 而是 骗子 a liar 骗子 你是能得到 神的这个爱吗 嗯 不会 不会 所以 liar 根本就不要想 OK 神不可能给他 unfilling love 想都不要想 所以呢 他跟你讲了 每个人都想得到 神的这样的爱 是不是 神对我们 不离不弃的爱 你呀 最好做一个穷人 胜过一个骗子 你做穷人 你是可以 只要你是个义人 你行为端正 你可以得到 神永恒的爱 unfilling love 但是你老人家 如果说你做了 一个骗子的话 你这辈子 想都不要想 想都不要想 你是得不到 这个unfilling love 神根本不会考虑你 OK 对 不看你穷富 看你的心 That's right 所以 老师 那这个地方 这个是 你很 better to be poor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说是 better 可以用一个 那个 the poor than a liar the poor 你不要随便用 the poor the poor 的话 你要有所指 the poor 哪一种穷法 the poor 你说要这种穷法 或者是在西班牙的穷人 还是在美国人的穷人 那你有 有个定冠词 在前面 你就有所指 right 现在 他不是在讲这个 他讲的是说 you better be poor 你最好做穷人 胜过 你做一个骗子 你做骗子 也就是说 后边这个是不是 现在省略了一个 to be a liar that's right better to be poor than to be a liar right 这就明白了 老师 好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说 十九章的十八节 好 十八节来 怎么样 那个 willing pa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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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意思 a willing party ok 他前面是叫你说 你儿子还可以管教 有指望的时候 你千万要管教你儿子 对不对 ok do not be a willing party willing是什么意思 willing是愿意 愿意 对 愿意这样做的人 对不对 party指的是什么 是真的开party吗 是什么意思 a willing pa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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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指的 甲方 乙方的那个方 对 willing party 愿意的那一方 好 现在我跟你们定合约 甲方是谁谁谁 乙方是谁谁谁 两方定合约 ok 那愿意的那一方 下个月 ok 愿意开始这个合约 下个月 3月1号就开始的人 那可以就从下个月 开始这个合约了 就可以搬进这个房子 去住了 willing party 所以这个party 是指哪一方 是这一方 甲方还是乙方 他说你不要做 愿意的那一方 什么叫那一方呢 to his death 让他死亡的那一方 嗯 也就是说 因为你的放纵 你不管叫他 那不就是你willing了吗 你就造成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明白了 是 所以孩子能教的时候 一定要教导他 要管教他 你放任 其实你就是把自己 变成一个willing party 他后面所做的事情 等于都是在你许可的范围 之下所做的 OK 所以 有一句话讲 我不杀伯仁 但伯仁因我而死 我不杀你 可是 但是你因为我而死的话 我在这里面是有份的 是不是 我也是害你的一个人 这个孩子 我 我并没有要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这个孩子 后来去吸毒死掉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叫我儿子吸毒 是 你没有叫他吸毒 可是你放任他 基本上 你在这个罪上面 也是有份的 因为你不管叫他 You are a willing party OK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重的罪 a willing party 我们做父母的 都不要做willing party 我们趁着能管教 要赶紧管教 不可以放任 好 有没有别的问题 老师还是不太明白 就是这个willing party willing你要先了解 party是医院 no party是指甲方 还是乙方的那个方 这一方 那一方 对party willing是有意愿的 支持这个事情的人 所以愿意的一方 willing party 一方的意思 对 对 没错 所以 老师把他 作为 对 你不管叫他 最后你的儿子 如果面临死亡的话 其实你就是那个 愿意的那一方 你造成这个事情的一方 因为你认他死亡嘛 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老师 前面这一点 就是for that there is hope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导装句 相当于是把这个 is that提到前面去了 这个for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for是因为的关系 对 因为 因为在这个 因为有希望 还有希望嘛 你孩子还可以 你还不管叫 他还有希望 你要管叫他 是不是 好老师 谢谢 好 明白了 好 这个 thewilling party 就是自愿的一方 有愿意 同意这件事情的 就情愿的 自愿的一方 你把它拆开看 will 加ing will 就是自愿的 情愿的 对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麻烦 你看一下 下边这一节吧 十九节 好 十九节 来 怎么样 十九节 有一个 这个 panel panel 这个是 没有那么大的嘴心 penalty penalty 对 这个penalty是 你讲的是一个 罚 受罚的意思 受罚 对 你罚金也可以叫 penalty 比如说你的信用卡 现在持久 ok delay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都可以是一个 ok 你本来应该 缴一个税款 三月一号以前要交 结果你三月二号才交 你就要加百分之十 这个就是penalty 一个罚金 罚金或惩罚都可以是penalty 好 怎么样 另外就是刚才在那个第二十章的第二节有一个forfeit 他那个不是也有罚金的意思吗 他两个有啥区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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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feit ok penalty是名词 在这里是个名词 paid penalty 是你要付出这个代价 然后在这里呢 指的就是这种脾气暴怒的人 他是要受到惩罚的 ok paid penalty 在这里 就是你要为这个事情付出代价 那你就是要接受刑罚 接受惩罚 ok 好 这个没有问题 forfeit呢 是把什么东西 这个动词 forfeit是表示说 你取消了你的权利 你本来有权利的 你现在没有权利了 ok 你本来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没有了 你丧失这个东西了 叫forfeit forfeit ok 好 forfeit 它不也有名词的意思吗 forfeit forfeit是动词 在那里用的时候是动词 forfeit 在经文里面是动词 它本身也有名词的意思 我刚才也查了 看来看 你说做名词用是吗 可以做名词用 对 ok 它做名词的时候是把 指那种罚款 或者是质纳金 或者是被没收这件事情 叫forfeit ok 所以 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那这个pay penalty penalty这个字比较宽广 ok 你被罚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的刑罚 你受某种刑罚 也可以叫penalty forfeit的范围比较窄一点 比如说你到美国海关来 你被没收 这个没收是forfeit ok 就是基本上被取消这个 然后你比如说有一个质纳金 你这个 这个没有交款 或者是罚款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叫forfeit penalty就范围比较广一点 ok 所以讲的就是说 这个暴怒的人 他们是一定要付出代价 他们一定要付出 这个接受刑罚的 叫pay the penalty 那种途比较广泛 pay the penalty right pay the penalty pay the penalty 好 好像感觉 我看看比较这两个词 感觉是 都有这个罚禁的意思 都可以用pay pay the penalty pay the free fit 老师根据您刚才那个解释 我的理解就是那个forfeit 可能是它范围窄 相当有点 比如说被法院判罚呀 被海关没收啊 可能更是那个层面 含义重一些 pay the penalty 可能就像您说的 可能反应这个用途更广 是吧 可能会有这种 虚微差别 没有错 而且forfeit这个字呢 特别表示 就是特别讲罚禁 就是罚的那种内容 就好像有主管部门 对你怎么怎么样 肯定有依据 那种感觉好像 对 其实它forfeit主要的一个 除了那个以外 它有一个 就是说 它强调 它是比如说 这个罚禁 怎么计算的 比如说一个越南人 回美国来 照理说 本来是带两条烟 假设 我们规定两条烟 他这人带了十条烟 十条烟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OK 比如说 一个 一条罚五十块美金 你多带了八条 OK 成了八 那就是四百块美金 假设这样子 OK 所以在讨论这个 罚禁的内容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况 对 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在讲 罚禁的时候 OK 要算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会用这个 forfeit 对 forfeit 那其实主要的 主要的 forfeit 用的这种罚禁呢 很多这种 没收的情况 是一个 这是一个主要的情况 对 然后 老师 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 本剧经文里边 这个 就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 它的刑罚 不一定是哪方面的刑罚 是吧 对 可能不是钱 对吧 对 方面很广泛 可能是行政处罚 对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种脾气暴躁的人 他常常受到刑罚的 好像有点 我们也可以理解 是得报应 那个感觉 对 他就常常惹事 因为他脾气暴躁 是不是 那你一次 你救了他 我救不完的 这个事情 就是救不完的 因为你下次 还要再做一次 还要再救他一次 因为他脾气暴躁 控制过自己 不改 很难改 明白 所以forfeit 那个字用的 比较多 是在没收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是 比如说按金额的比例 对吧 你今天带了一个 什么 不该带进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价值 我们一估 四千块 四千块的 假设 百分之 二十 那就是你的 你的forfeit的 这个金额 对不对 OK 是这样 他好像更 更强调犯错 犯罚那种感觉 是 没错 然后penalty呢 通常比较强调是 你 你这个 delay OK 你一天没罚 一天没付 多少钱 两天没付 多少钱 三天没付 一个月以后 你就罚多少 或者是有一个 最高限额 就罚这么多了 penalty 明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讲一下 二十章三节的句型呢 二十章三节 我们看一下 二十章三节 好 三节怎么样 二十章 对 对 二十章三节 对 这个前半句 这个句型 是怎么去理解的 这个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主卫兵吧 It is to amain's honor Right To avoid starve OK 所以后边那个 to to怎么样 后边那个 to是指的什么 是 为什么要加 to呢 后边那个 为什么要加 to 它直接 是说 to amain's honor 是吧 它讲的是 后面 避免纷争 它后边是个 动词 to quarrel 是不是 It is quick 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 老师 你说 你说 那个 老师 这个tue 就是 it is tue 就是 it is amain's honor 这个 一定要加 一个tue tue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咱们昨天学的那个十九章的十一节当时我还问了一下 对十九章的十一节有一个 it is true his glory 就是有点为了的意思 有点为了的意思好像 有点为了的意思好像 to quarrel 就像你说 tue his honor tue his glory 好 对 yeah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 it is beautiful to dance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跳舞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it is beautiful right 比如说 我们随便讲一个情况 我们 我看上白板 这怎么都换了 OK好 Women are crazy to shop the market 你人们疯狂购物 疯狂购物 对吧 他们在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都很疯狂 OK Women are crazy to shop in the market OK 所以这个地方 他要讲的是这些人 crazy to 对于做后面这件事情 他们是crazy的 那这个crazy讲的是women 还是讲shop 他讲的是women women are crazy OK 他们是很疯狂的 去做任何事情 to shop 所以为什么要用to是这样子 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他本人要先疯狂 然后才做后面的事情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讲法是说 women shop crazyly OK 这个crazyly 是修饰什么 shop 所以是指他买东西的状态 很疯狂 OK 所以 意思就是说 OK 这是两种状态 在中文里 很难分得很清楚 都是疯了 反正这些女人都疯了 都去买东西 对不对 首先是女人要 第一个句子是 女人已经先疯了 现在我们在市场里面说 买一送五 OK 全部通通打五折 一听到这个消息 人已经疯了 所以women are crazy 然后他们就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至于到底有多少个人买 不知道啊 有100个买还是200个买 买的是不是很疯狂 我这个句子没有说到 买的时候是否疯狂 我只是 他为这件事情已经疯狂了 so women are crazy 这个crazy是形容词 修饰这些女人先疯了 看到这个消息就已经疯了 并没有提到 他买的时候是否疯狂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第二个句子是 women shop crazily OK 那意思是指什么 买太多了 是指买那个动作很疯狂 他并没有讲前面疯不疯的与否 他讲的是他买的动作很疯狂 哇 每个人过来 至少花五万块人民币以上 一个买五万 一个就要买十万 一个就要买二十万 买到 这完全是crazy 非常疯狂 所以指买的那个动作本身很疯狂 这样有没有问题 明白 还是有区别 不一样的 OK women are crazy to shop in the market 是指女人已经先疯了 所以我可能前面有个句子说 我现在宣布买一送五 然后全部都打对折 到最后的几个可能都已经都不要钱了这样子的话 所以他们已经先疯了 听到这个消息先疯了 然后他们去买 OK crazy too sharp in the market 买的动作疯不疯狂 现在没有讨论 只是告诉你 他们先疯了以后 他们去 好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句子讲的是 他们买的这个动作很疯狂 OK 他们买的动作很疯狂 所以women shop crazily in the market 他们买的时候 哇 你花十万 我就要花二十万 你花三十万人民币 他就花四十万 这个是买的动作本身很crazy 嗯 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句子 类似的句子来造 如果说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人 很努力读书好了 OK 比如说我们讲什么crazy students are eager to study OK in the school 好 这个eager是指什么东西 就很渴望 很渴望 很渴望 很迫切的 渴望 首先他们人先渴望 right 他们渴望了 然后他们去学校读书 对吧 OK 所以他们本身就渴望 至于他们读的 是不是很渴望 他们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很努力 或很怎么样 有没有讨论到 没有讨论到 只是他们的态度 他们本身就是 eager OK 好 另外一个是讲的是 OK 这个不能把我拉掉 我就怎么把他拉过来 OK好 下面一个句子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是 students are 看得到吗 study 这个白白往上移应 那是 这你看不到啊 然后有这样 就是 没事 就继续 正中间的 挺好的 正好在正中间 哦是吗 好好 studies OK eagerly right study OK OK study eagerly in the school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读书的方法 他读书的态度 studies eagerly 这个eager是修饰这个动词 studies 对不对 嗯 指的是他读书的方法 他可能早也读 晚也读 半夜12点起来 凌晨2点还在读 这个叫study eagerly 老师 study用原型 study 对 study study eagerly in the school right OK 这是指他读的这种 这种态度 这种方法 study eagerly 因为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副词 他修饰这个动词 前面的这个句子 eager 是修饰这个逼动词 就是学生本身 就已经被挑起来 他本身就是很积极的 他要去 eager to study 去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问题 嗯 明白 学生在学校里 学生在学校里如机是可的学习 对 这个是后面第二个句子 可是前面是他们很 很渴望 非常 很 想学 很想学 要去做这件事 至于 至于他们读的 是不是很极渴 是不是这很努力 这个就不一定 是 是 这是两个不同语境 right 一个表示 愿望 心态 一个表示这种 好像是结果 是吧 现象 所以 一般的情况之下 你分不清楚词性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像 当你碰到这种句子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词性的话 就会给你带来困扰 因为你不太清楚 他也讲的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如果B动词后面用形容词 他修饰的是这个B动词 是这个主语本身的状态 ok 就像你讲 she is beautiful 这个beautiful讲的是 这个人beautiful 而不是讲别的事情beautiful 一样的道理 ok 好 所以现在回来看我们刚刚的这个 ok 我们看一下 ok 刚刚的这个地方 every fool is quick to quarrel ok 所以every fool is quick 这个quick是什么 是什么词 形容词 形容词 所以他一定是修饰这个B动词的状态 也就是这个主语本身的状态 这些人通通都很快 手脚都很快 这个quick呢除了有快的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还有敏捷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这个很快去做这个动作 真的就是指快不快的问题 不动脑子 他们很喜 表示他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空冲 超级 那个感觉 表示喜欢 如果是B动词 quick to的话 ok 比如说我现在讲小孩子 我所有的孩子 they are quick to eat 是指他们真的吃得很快吗 是吗 着急 是指他们很爱吃 对不对 喜欢吃 很喜欢吃 我只要把面一放到桌子上 哇三秒钟以后就不见了 ok 所以这个quick是这个意思 ok every fool is quick 那就是表示所有的傻瓜 这些比较愚昧的人 他们都喜欢做这件事情 is quick 就是they like to do they like to do quarl 他们喜欢quarl 爱吵架 他们喜欢争吵 ok 所以他给你比较 那些有智慧的人是不喜欢吵架的 但是呢 愚昧的人全都爱吵架 所以你读了真言以后 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 哇这群人都是喜欢吵架 这些人就是愚昧的 他们是属于fool 因为每一个真言告诉你 每一个愚昧的人 都是 it's quick to 你不要把这个quick 想成是吵架的时候动作很快 或者是很快站起来吵架 不是这个意思 it's quick to 表示他爱做这件事情 他喜欢做这件事情 likes to ok so every fool it's quick to quarrel 表示每一个愚昧的人 都是爱吵架的 爱争吵的 你看到那个 有些地方 你到某个城市 你发觉这个城市的人 就喜欢吵架 就喜欢斗嘴 没事就大声 吃饭都不能安宁 这个就是 they are quick to quarrel 好 相对的前半步 it is to a means honor 他没有讲说 wise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讲说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是为了你 人的尊荣 avoy strive avoy strive 是什么 远离纷争 对不对 避免吵闹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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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就是为了 让人 有尊荣的 ok 那绝对不是 蠢人干的事 因为后面讲的是 every fool 对不对 他们都爱吵架 他们就 就巴不得 跟这个纷争 站得近一点 对不对 因为他们爱吵架 但是远离纷争 那一定就是 敌对立面 那就是那些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们为了 自己的尊荣 honor 为了自己的尊荣 他们就想办法 avoy strive 就是远离纷争 这样有没有问题 老师 那我猜 我猜 就是 老师 这个 to到底 老师 这个 to到底 是什么意思 刚才你笑 it is to amend onor to这里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为了 一个人的尊荣 为了 虚了 为了他 一个人的尊荣 可以翻译 为了 对 对 你如果能 免离纷争的话 就是 这件事情 是为了 一个人的尊荣 好的 谢谢 也就是 对于 避免 strive来说 他就是 一个人的荣耀 是 你如果 做到这一点 你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为了 人的尊荣 这个一看 就知道 肯定不是 愚昧的人 做的事情 对不对 他只是 不要太刻板 或者是 很死的 这种巨型给你 他前面有一个 不同的巨型给你 但是你已经 可能体会 谁能够顾到 自己的尊荣 这种人一定是 有智慧的人 绝对不是 后面 后者 后面讲的 every fool 因为他已经讲了 所有愚昧的人 他们都爱吵架 那这些人 绝对不是智慧的人 这些就是愚昧的人 那前面 这个是 对立面 就是指的那些 有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 懂得 他要保护 他个人的尊荣 It is to a means honor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to avoid strive 他远离纷争 OK 你就是 前面这个 你刚才讲的 老师 你刚才讲的 快可 快可 用like呢 那怎么样来分辨呢 这都是喜欢 真的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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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我讲一个人 no quick 我的意思是说 like 如果你不用 is quick to的话 你可以说 every fool likes to quick 他喜欢 他喜欢做这件事情 OK 如果你现在讲说 我的小孩很喜欢吃我家的饼干 my children are quick to cookies 只要我把cookie一拿出来 他们手脚都很快 意思就是他们喜欢吃这个饼干的意思 OK 那个quick quick 比那个like 更加强烈吧 就是因为quick 他更加表现了喜欢的那个动作嘛 对 没错 这个用quick的话 是更高超的写作手法 对吧 更形象化 更具象的这种写作的方式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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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那个上半句 如果变成正常语 就是 陈数句的话 他应该 就这样改写一下 他应该怎么改写呢 amaze honor is to avoid strive 怎么改呀 就不用这个形式主义 一提一句 amaze to avoid 我们这样写 to avoid strive is to amaze honor yeah 对 这个就是对了 这个就改写对了 他实际上那个 at 是那个 后面那个动词不定是 to avoid 实际是他的形式主语 然后那个 这个动词不定是 这个 to avoid strive 实际上是主语 是主语 it 虚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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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虚主语 不是amaze owner吗 ok it is 最重要的 to avoid strive 这件事情 is to amaze 这件事情 它的原因 为什么要去 远离分争呢 它是为了一个人的尊荣 你只要远离分争 你就能够保持一个人的尊荣 你就会有一个人的尊荣 所以 to avoid strive is to amaze honor 哦 足以在这儿呢 to avoid strive 但是他用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虚主词 先用 it is to amaze honor to avoid strive 就是那个 it 就是to avoid strive 对 比如说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个在 在 在什么 随地大小便 ok 不是一个好习惯 it is not not a good habit 或者是 not a good 什么 behavior to 随地大小便 ok 前面用一个 it is 这个it 是一个虚主词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 英文里会有虚主词 下雨天不带雨伞 是不好的习惯 it is not a good habit to not carry an umbrella but in raining day right 前面用 it is 你说这个it到底指谁呀 你要把整个句子看完 你才知道 它是一个虚主词 虚的主词 yeah 好 老师那个 可不可以那样理解 就是 就是主词就是那个 it is honor 然后呢 就是 to man 他是 对一个男 对一个人 就是 然后 to a word ok 他有他的主词 在整个句子结构里面 it就是主词 没错 但是他这种用法 我们如果用汉语去解释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虚主词 他说 这件事情 是为了人的尊容 什么事情呢 to avoid strive 就是远离纷争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翻译的时候 得把远离纷争拉到前面去 因为中文不习惯有虚主词的这种设立 ok 如果你要 就是刚才说 to avoid 这个是主语 我不是很明白 adwise 他是动词啊 避免纷争 你不能这样想 你先要理解 先要理解 英文有虚主词的设立 it是他的主词 没有错 主语 ok 可是在我们汉话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里 要去理解这个句子的时候 这个it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这个it it就是指 to avoid strive 这件事情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远离纷争这件事情呢 它是为了一个人的尊容 it is to a man's honor 它就是动词不定试 to do 什么信 什么信 对 to do什么信 to do什么信 是动词不定试 它是可以做主语的 但是它做主语的话 这个主语就显得太长了 就头重脚轻了 结构上 它为了避免的 所以它用一个虚主语 我们就成为一个it 我们大陆这边叫形式主语 后面这个动词不定试 才是实际的主语 明白没有 它这个句子可以写 因为它太长 to avoid strive 这个比较长 如果我告诉你说 穿红色的裙子 配红色的鞋子 再带一个红色的手提包 这个是现在标准女人的配备 这个主语会变得很长 这个穿红色的衣服 穿红色的鞋子 拿红色的手提包 这不是很多字吗 所以它用一个虚主语 it is it is a standard beauty 现在这是标准的美人装扮 to 后面你就尽量写吧 穿红色的裙子 穿红色的高跟鞋 拿红色的手提包 你写多长都无所谓 我前面已经有一个虚主语 it is 物主代词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物主代词 物主代词是两回事 物主代词是他的一次 我的 这个东西是我的 刚才那个 刚才谁说的是 to do something 你讲一讲这个句子 对应的to do something是什么呢 do something 你现在理不理解 这个it指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it 它是指的后边这个吧 就是 它是一个虚主 a wide a wide step 它其实我感觉 我自己翻译 如果翻译出来的话 我觉得it是指的 a man's owner to a wide step 是指的这些的人 这些人的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后面这个东西 布林是族语的 是真正的族语 整个后面的 a wide step a wide step a 这个是他的 这个句子很多 我们生活中 这种句子很多 很多 I'm glad to meet you 还不是一样的吗 这个不是形式主义 就是 it is not good 去做什么事 这不好的 这有很多这样的句子 就是用it来代替的 如果说 你要说是一句话 那后面就是 做什么事情 如果它现在 它不是一句话 不是整个句子 它就是一个 动词不定试 来做主义 如果是一句话 来做主义 它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它也可以采用这个形式主义的 用it来代替 是一样的 那你又说 to avoid the drive is to amaze owner 对对对 是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你像这样说话的话 你一个主义就现在很长了 就很大了 结构上就同种矫情了 所以说它 英语上面 一般的它会用一个 it 用这个形式主义 来代替主义 然后后面才是真正的主义 你就记着 it is good to do something 就这样 这个简单句子 这种剧情 你都记住了 这种剧情你都记住了 这种剧情你都记住了 就是可不可以 就是 it就是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 可不可以 也是一个史诗的那个主义 它就是表示 the honor 还有那个 to avoid 都是 都是一个主义 是不会形容那些 OK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句子 it is to a good teacher to respect her OK 对好的老师 我们就是要去 怎么样 就是要尊敬她 所以真正的这个 it 指的是 to respect her OK 我们要讲的是 你句子的安排的时候 现在这个it 是一个虚主词 OK 可是在意义上 我们要了解 这个it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它就是针对给 好老师 我们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to respect her 要尊重她 我们对好老师 就该这样做 这个句子就很简单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 to respect her to respect her is to 什么 a good teacher 这句子有点怪 我们先不管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it 指的就是一个虚主词 那如果 假设我这个句子很长 你要尊重它 你要每天 比如说 say hello OK 你要每天跟老师说 hello 你还要什么 爱她 假设 OK love her 或者什么什么 OK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 say hello to her 哇 你对一个好老师 你就要这样做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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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语 如果我搬到 这样的句型的时候 不是不会很长吗 这个句子就会很冗长 to respect her to say hello to her to love her to什么什么什么 这句子不是很长吗 这样的句子 不是英语 就是不是英语世界里 习惯的句子 所以为了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要开始做的就是 it is 设一个虚主词 OK 他习惯的就是 前面有个虚主词 后面你爱讲多少 随便你加在后面吧 it is to a good teacher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对待好老师 要做下列事项 to respect her say hello to her love her 说一大堆 都OK 他们习惯这样子的句子 这样能不能理解 老师那个 就是证言上的那句话 就是 ate 还有那个erner 那个to那些 就是 可不可以那个理解成为 诗的那个主词了 因为它 它也是确实是都是 代表那个erner 还有那个 就是可不可以 it可不可以是 理解成诗的那个主词了 它是一个虚主词 it is it is to a good teacher 但是他也 老师你讲的明白了 可不可以理解 等一下先让弟兄讲 弟兄你说 对对对 可不可以 it就是 it 还有那个erner 还有那个toerner 你先告诉我 你先告诉我 it指什么 你先告诉我 it指什么 it指那个 它是 荣耀 就是 就是中容 it跟荣耀 不是 它指的是什么 ok 它可以有很多结果 我现在问的 it到底是什么 it是什么 it它是那个to avoid strife 还有那个中容 no 天生 停下来 it就是 to avoid strife 这件事情 远离分争 这件事情 ok 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is to a means honor 所以你不要用 汉语的思维 把它全绞成一锅 这个就没办法解释 用意义里 要非常调理清晰 它是个虚主词 它指的是什么 it指的就是 to avoid strife 远离分争 这件事情 它要讲的 它一定要讲远离分争 这是它的主题 它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你注意 它句子的下半部 是讲愚昧的人 都喜欢吵架 它给你制造一个对立面 一个是远离分争的人 一个是爱吵架的人 因为真言本身 一直在讲的主题 就是wisdom 就是智慧 所以它不断地在 比较给你看 你看愚昧人这样做 你看有智慧的这样做 你看这又是愚昧的行为 你看那又是聪明的行为 它一直都在做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第三节它在比较什么 它在比较的是 一个聪明人 跟一个愚昧的人 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尤其在吵架这件事情上 聪明的人呢 它是avoid strife 所以这是它的主题 远离分争 好 然后这件事情是有什么好处 你总得告诉我 你聪明人 你做这件事情 有啥好处啊 你为什么要远离分争啊 它直接告诉你 is to a man's honor 它有这个好处 它是为了一个人的尊荣 所以相对的也告诉你 聪明的人 他就懂得保持自己的尊荣 愚昧的人 不懂得什么叫尊荣 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吵架 OK 所以这个句子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把尊荣这个部分 跟远离分争这个部分 给它搅在一块 OK 所以to a voice drive 是一个原因 A man's honor 是一个结果 就像我们叫小孩 吃这个 吃水果呀 吃了水果皮肤会漂亮哦 OK 要先吃水果 你才会皮肤漂亮 这件事情里面 要先远离分争 然后你才保住一个人的尊荣 OK 所以原因跟目的 条理是非常清晰的 有因有果 这个因 你要先做到的是 A voice drive 你要先远离分争 然后 这件事情就是 为了什么缘故呢 是为了A man's honor 你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尊荣了 所以智慧的人 都是享有尊荣的 跟穷富没关系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神永恒的爱 他不会看你穷 就不爱你 或怎么样 没有 跟穷富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神看的是 人是否敬畏他 人是否有智慧 而且这个智慧 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是天上来的智慧 OK 这样子有没有清楚 谢谢老师 就是 It's two hours 就是 可不可以 一个句子 可不可以 它都有两个十主词了 OK It是一个虚主词 后面这个部分 你可以很长 to avoid strive 逗号 to什么 to什么 如果我要表达的是很长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 第一要远离一分针 第二他要 这个什么 比如说要 不讲人闲话 第三他要什么 第四他要什么 如果我有很长的话 well 后面就有很长的空间 你继续写吧 你可以写很长 这种时候 他前面一定要用一个虚主词 因为否则的话 你把to avoid strive 拉到前面来做主词的时候 这个句子一开始的主词太长了以后 很不方便阅读 读着读着就掉了 读着读着就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虚主词在前面的原因 谢谢老师 这样了解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很好 我们这是很好的讨论 OK 所以就让你 就是读的时候 你要真的很清楚词性 然后你要清楚 它在指什么 老师 这是不是也是个主题表 这种 那你要问那个 Susan 她是大师 Susan是大师 Mary也是大师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还有一个二十章的第六节 那个 Many a man claims to那个 Many 他是 a man 就是 这个人自称 那我刚才 掉馅了 Many a man 这种巨型 我可以讲 Many a woman Many a student Many a soldier Right 这种东西 这种呢 都是在讲一个 普遍的现象 普遍的现象 就是有这种情况 它不是特指某个人 或怎么样 可是你要注意了 它在用的时候 虽然前面看到 Many这个字 可是你的动词 必须用第三人称 这是鬼 可是他描述的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所以Many a man 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做 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人都会这样做 他们什么做呢 他们自称 他们自己是有 unfailing love 比如说我现在交往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就告诉我 我永远爱你 海枯石烂 地牢天荒 这就是unfailing love 对不对 他永远不会改变 但事实上人是这样自称的 可是呢 每一个都变 从我第一个男朋友开始 就告诉我地牢天荒 海枯石烂 但是每个都离开我远去了 是吧 所以人是不可靠的 那么他告诉你说 你在人间人世间 你要找一个现实的人 谁能够找得到啊 是很难 是有一人没有错 但是a faithful man 非常不容易找到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神是现实的 为什么 我们说耶稣是现实的 为什么 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而去 从来没有贤平爱富 你这个考不上北大 我不要你了 你这个长得丑 我也不要你了 神从来没有这样 神是一个现实的神 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以后 就是跟人 永远 每次你看到彩虹 这就是他立的约 he is faithful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但是你要在人间 你想要找一个人 这么信实 很难 所以many or men 这种巨型 我们通常在描述的 你不要描述一个太离奇的事情 它必须是一个 我们约定俗成 普遍普遍 普世价值观的一种现象 很多人都这样说 这个我们一看就能理解 比如说很多女人都觉得彩礼是很重要的 很多女人都觉得钻石对她们很重要 很多女人都觉得穿红色的衣服 新年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是最漂亮的 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就可以用 many or men many or women 但是注意了 小心 它的动词 一定要用第三人称单数 用单数对待 可是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普世的现象 所以说它下面那个句 它是有一个对账的 就是说 它不能这么说 不能说but a manly faithful man 不能这么说 因为这个a faithful man呢 就是不是一个普遍的 就是说 这个中性的人 它不能说many a faithful man who can find 所以越来越感觉到 a faithful man 这块是指着pressed who can find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地方不重要 就是说many 还是一个 还怎么样 它连一个都找不到 a faithful man who can find 你们能找一个出来给我看吗 找不到 一个都找不到 人里面要找一个现实的人 是很困难的 ok 但是文学作品里面 尤其是文字作品里面 你不要去追究 就是绝对值 或者是不要追究 就是一个都没有吗 我找一个非洲的某某人 给你看 ok 你不用这样子去 但是他想要跟你讲 对账的 一个是many a man 每个人都这样说 他们对你是 unfeeling love 但是信实的人 谁找得到呢 至少我就找不到 我找了一辈子 我到现在没找到 ok 张三说张三也找不到 李四说李四也找不到 所以我们之中 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 a faithful man 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这里 who can find 你不要追究是 哦就是找不到吗 难道就找不到吗 我这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就非找一个出来给你看 ok 他主要讲的是 这样的人太稀少了 真的 我们就遇不到吗 找不着吗 是不是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 感谢主 谢谢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看看 19章25节 好 19章25节 我们来看一下 来 25节怎么样 好 怎么样 Ego 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可能这个单词吧 我这都写到单词 我都忘了 哪个字 Mocker 还是Flob 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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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那些 有智慧的 有见识 通透的这种人 叫Prudence Ok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他会学到见识 他会得到智慧的 他会 他会下次 就会比较聪明一点 本来是脑筋简单的那种人 对吧 Ok 他现在就会 长了见识 哦 那个头脑简单的人 将会长见识 一定会 他就会比较精明一点 对 他就会学一些东西 对的 还有29 不 19对19 你这个地方 你注意 Mocker 跟Discerning 这两个是 两个对立的 又是在做比较 Mocker 其实是怎么样 是愚昧的 就是属于我们讲 不聪明的那种人 就是愚昧的那种人 他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 自己很傲慢 还嘲讽人家 还嘲弄别人 其实他脑子里都是水 我告诉你 肚子里啥也没有 这就是Mocker 你看那些 那个 耶稣要定十字架的时候 那些 兵丁啊 不是分他的衣服 给他穿上紫色袍子 还嘲讽他 你呀 你说 你不是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怎么样 那种人就是Mocker 那种人有智慧吗 他们不认识神 没有智慧 Mocker第一 和第三 那这个 先跑和这个 他哪里应该是一多人 OK Mocker里面 也有分那种 脑筋比较减 简单比较单纯的 你鞭打他一下 他会学得精明一点 他会学得有一点智慧 但是也有那个 误入歧途 走得很深的那种 你可能拽都拽不回来 是不是 他都已经闯到北极 一头牛已经跑到北极去了 你拉拉不回来 也有那种人 The simple 是指那种 心智比较单纯的人 头脑比较简单的人 那显然也是属于 我们前面读真言的时候 The simple 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愚昧的人 没什么脑子的人 对吧 但是 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discerning man 他本身就是一个智者 他有智慧 OK 他有智慧的人的话 有比较聪慧的人 你如果责备他 首先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 discerning man 他会接受你的责备 你讲他什么不好 他就自己回去检讨 他会赶尽的 任何的责备他都接受 所以这个人就会得到知识嘛 你不用打他了 一个是用憋了 flog 一个是用嘴巴讲rebuke 责备他 你看这两个的对待 是不是不一样 那个被打 这个sura就行 是 这个稍微责备他一下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自己会回去检讨自己的 他是接受 他是很虚心的接受 别人的建议 跟别人的指责 他会接受的 所以这种人 他马上就长知识了 他就会gain knowledge 完全不一样 对吧 好 有没有其他 我29 有成29节 我还记得 不错 好 怎么样 好像没啥 应该是 你现在这一节 这一节 29节 就是跟你刚刚讲的 那个是相对应的 你知道吧 OK marker OK penalties are prepared for markers OK 对于那些傲慢的 那些那种人的话 那些 那些嘲讽人家的人 他们是需要接受刑法的 所以前面不是用flog吗 他得抽一抽他呀 抽一抽他 所以是penalties 但是 下面讲的是什么 beating for the back of the fools fools也是愚昧的人 OK 你要打人 打人呢是为了什么呢 都是为了那些愚昧人的背 要打在他背上嘛 不会打在他前胸 什么下腿什么 要打在他背上 现在新加坡抽是不是 也是打屁股打背呀 OK 这个beating for the backs of fools 那个28年那个gobbs gobbs down evil 嗯 这边 gobbs gobbs gobbs就是什么东西 是 我也想提这个问题 gobbs gobbs就是大口吞下去 gobbs 吞下去 这个叫gobbs down 嗯 OK 吃饭的时候 很多小孩 父母亲都会说 你不要这样子大口吼 一下就咽下去 这会塞住的 会噎到的 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gobbs gobbs down 狼腾胡言 这个gobbs 还有更难听的形容 吃得像个野兽一样 我们以前学过对不对 学过像野兽一样 狼腾胡言 那就更难听了 所以gobbs 好听 right 很容易gobbs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吃小孩吃鸡蛋 一下咽下去 有没有 这很危险的 gobbs down 好 好听 gobbs down gobbs down 跟这个 跟这个swallow swallow swallow是正常的吞咽 wallow yeah 他都是说这个 这个 to eat a large amounts of food or drink quickly not necessarily swallow 可以是小份小份 慢慢吃 这个是swallow 就是你把食物送下了你的食道 ok 我一口一口一勺一勺一瓢一瓢地吃 这个可以是swallow 但是这个gobbs down 是你口的咽下去 咽下去 咽下去 gobbs down 咱们说的那个呼隆通早那意思 踩一下就吃了 对 大口的咽下去 这里为什么要用gobbs down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对 那就是囊康咽的意思 对 他为什么要用gobbs down 没有分辨吗 他是个恶人 对不对 the wicked 嗯 对 ok 他肯定作恶多端 所以他 这是一个形容 对不对 他把它咽下去 把恶整个咽下去 邪恶咽下去 他肯定吃了很多邪恶 这个人作恶多端 所以我们要讲 gobbs down evil gobbs down 都不是少量的 是大量 就是吞下去的 叫gobbs down 对不对 所以就告诉你 恶人的口 他们肯定是吞咽 大口的吞咽了 很多的邪恶 那就表示 他们不晓得 这一辈子 做了多少恶事 ok 所以他才用gobbs down corrupt 老师 讲一下corrupt 对啊 前面这个字 co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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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ness corrupt witness 是什么 腐败的 不诚实的 不诚实的 见证 是是是 ok 这个已经很严重啊 corrupt witness witness 就是见证 见证就必须是真见证 就得讲实话的 ok 你做 witness 你必须讲实话 你怎么能corrupt的呢 corrupt是腐败的 腐败的 你就想到他做坏事 所以他讲的见证 是不是真实的呢 不是 那就是做假见证 而且贪腐的人 都喜欢干什么事 贪腐人 贪腐人 你都收钱嘛 是不是 你要我帮你做见证 可以啊 我就说 那天你确实来我家 跟你老婆讲怎么样 那你另外一手 你要塞给我200块 人民币 我才帮你讲这个 谎话 是不是 这个就是corrupt witness 这个就是做假见证的人 就是假见证 就是叫corrupt witness 他语里头是匪徒 匪徒 这个你不就不能问我 这个你不能问我 这是咋来的 corrupt witness 那就是这个 银是五地的 银是五地的 参张王法的 这些都是腐败的人啊 这些都是做假见证的 坏蛋啊 OK 他们在那里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嘲讽 嘲弄什么 mox and justice 他们嘲讽正义 你那个讲实话的 这个好的这个见证 做见证的人 诚实的见证人 他会嘲讽你的 而且他为什么嘲讽正义 你们抓不到我 我是腐败的这个见证人 我这边一手 屁股后面已经收人家 200块人民币了 OK 你抓得到我吗 你有本事来抓我 他还会嘲弄这个正义 也就是说一个腐败的见证 是嘲弄正义 他会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 mox and justice 然后他形容呢 这些恶人 gobs down evil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做 没有一个人是纯洁的 他绝对是吞了很多的邪恶下去 表示他们作恶多端 才用gobs down OK 所以你要了解他 为什么用这个动词 为什么要了做这个 用这个动词 gobs down是一个大量的吞下去的意思 所以gobs down evil 就告诉你那个量 吃的很多 对吧 我这次吃一勺的东西 你那边是吃两个鸡蛋 一次塞下去 你说咱俩哪个吃的多 gobs down很多 对吧 所以表示他作恶多端 对吧 恶人作恶多端的 也就是前面这个 后面这个 他是对应的 是的 the corrupt witness 就是那个谈藏王法 一是舞弊的 这么一个见证的人 那么他 后面的话呢 the most of the wicked gobs down the evil 也就是说他这个 不知道吞下了多少罪恶 我们现在对witness这个字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里 我们很少讲实话 我们也很不愿意去替别人做见证 但是在旧约的时代 在犹太的社会里面 是为了要证明一个清白 或一个事情 我们是常常需要有人做见证 做证人的 你看到没有 eagle那天过马路的时候 被撞倒 你有没有看到 我可以做见证 我站出来 我就是 我做witness 那个时代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他们是 他们也没有监控 也没有录像 都是人站出去 给人家做见证的 好 那这个时候就分成 有黑道 有白道了 是吧 有诚实 有信实的见证人 但是就有那 corrupt witness 就出来了 假见证 对 这个从人类一开始远古时期 就有人干这种事情 英主我塞你个五百块人民币 你帮我讲个话吧 那就是讲谎话呀 他讲谎话 自己讲谎话 不觉得羞耻还不够 他还会嘲讽正义 嘲弄这些正义 你们这些人都傻 你们这些人都笨 看我多厉害 人家塞五百块 我一天就赚五百块 是吧 这些在我们现代生活中 也常见的 我们生活中 经历一辈子 见了过很多这种人的 是 是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就是在这里 他为什么会提这样的事情 是有原因的 在那个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 我也不要讲话 你也不要讲话 大家把监控调出来一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吧 那个时代是靠着 witness 很重要 那是一个社会 支持社会正义的力量 但是如果这些 支持正义的力量 这些见证人 都已经corrupt的话 那还得了呢 是不是 然后他告诉你 这些做坏事的人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做 绝对都不是单纯的 这些人 gobstown evil 大口大口的吞下这些邪恶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恶事 作恶多端 所以这样你才能了解 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才了解 这个gobstown有多么宝贵 他用作者特别用这个来形容给你看 这些人多么坏呀 叫gobstown evil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我觉得坏人做到坏 最终就不觉得坏了 gobstown evil 就把它 他都不觉得那是坏了 所以就gobstown evil 基本上 写圣经的人还是希望 不圣经的人都是很善良的 OK 好 就说这些人做个多端的 这话是太多了 人家说恶也恶报 但是什么时候能报呢 因为我们生活中遇到太多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杀人放火 尖腰带呀 这个萧桥铺路啊 无是海 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常见 这个是上帝管的事 等主再来吧 对 我们要耐心 等一下啊 刚有一个声音说 18章 18章什么 19章18章 19章18章 我们看一下 一个啊 19章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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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么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 哦 那个讲了这个 对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 对 这个句型好像 Fro in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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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at 是什么 对 在那个方面 应该是有希望的 对 那是前面那个吧 discipline your son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还有指望的话 你就要管教你的孩子 对 对 好像 这边 我再讲了 好像在哪一节里面有一个 A walk Chorasan wife Chorasan Chorasan是爱吵架 对 争吵不休的爱吵架 对 是一个Constant Dripping 它就像 Constant Dripping 不停的滴漏一样 对 Dripping就是滴漏 一滴滴的液体 我叫第一的这样 Constant 又是属于持续的 不断的 Yeah It's like a Constant Dripping 太好了 我们这些这样讲下去 每个人下了课以后 每个人 每一节圣经都会背了 每个人都记得了 The hope-tempered man must pay the penalty 这个就不会想买 请说 讲一下 20章 遇见 这个农酒 和淡酒 这个 这个 这两种酒 还有酒 我不会喝酒 但是我就不知道 这个可能 弟兄比较了解 或者是 这个wine 是指任何 发酵的酒 所以 有可能 这个wine 是一个度数 比较低的 beer呢 是完全要 发酵好的 ok beer呢 可能会比较浓 因为他们 我现在了解的是 比如说德国的啤酒 他们用啤酒花 做什么 那个味道 确实有一种 是比较苦的 有一种味道 比较浓的 ok 他 你这样理解 就是说 我们姐妹 不会喝酒 但是我们知道 wine是比较 度数比较低的 味道没有 那么浓烈 beer呢 这个啤酒 是比较 比较浓烈的一种 嗯 我是你刚好 刚好是说反了 wine wine的话 就是指的是 蒸馏的酒 蒸馏的酒 或者是大 来自的酒的话 它度数高 这个beer的话 它一般是指的 粮食发酵啊 用酵母呢 发出来的酒 的beer 啤酒 比较低 嗯 对 它是 度数 它是比较低的 那德国的啤酒 这个可能 这个好像还是跟我们现在世界的认知不一样 还是从神当初那个 因为他最开始不是种葡萄园做葡萄酒吗 他肯定不是从度数和劣性来说的 是吧 那时候还没啤酒呢 嗯 我觉得肯定很跟那个有东西 嗯 我的外是不是白酒 嗯 他也不光是白酒啊 有一点啊 我们现在的酒都很浓烈 因为越喝越上头 对吧 但是在旧约那个时代的 那时候可能就是 人家的葡萄发一发 是 稍微做一点就拿来喝了 嗯 可能说不定还一般像个果汁一样那样子 对 古时候呢 古时候的话呢 它这个制酒的这个技术啊 振流技术 它没那么高 所以它产不了那么高度数的酒 你看我们这个山东那边 五松大虎 喝了好几碗 它还不醉呢 是不是 这样呢 那是米酒吧 对 那个时候它没有振流技术 这种技术没那么高 所以它产不了那么高度数的酒 那就是纯粮食酒 所以它不伤人 所以它说了什么五大碗 八大碗 它仍然能打死老虎 你看看 它很清醒 说明那时候振流技术不高 另外一个 说一个编外 说一个编外话 那个贝尔 这个是不是省略了一个意思 就像前面那个 对 省略了一个意思 是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Wine通常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都是葡萄做的 就是它比较单一 OK Beer呢 它有加别的东西进去 所以那个味道是比较 比较浓厚的 所以这个Mocker Mocker是指那些 太多 我们前面都很多Mocker了 太多奥曼了 或者是 讥讽者 讥笑者 讥讽人家的 嘲弄人家的 对吧 那Beer呢 它现在是做比喻 Beer真认为 酒就是那个 这是一个文学写作的手法 那Beer is a brawler Brawler是什么呢 Brawler是那种 喧嚷的 很喧嚷的人 在争吵的人 好的 对 Brawler不是个好字 就是你走过去 你看到的话 左边一个泼妇 右边一个是大妈 然后两个 揪在一起 然后在那吵架 那个就叫Brawler OK 还有我们在餐馆里 吃饭的时候 中国人有的人 喜欢大声喧哗 那种 而且有争执 就是吵起来的那种 也叫Brawler OK 所以这种是 不太一样的情况 不太一样 所以一个是Mocker 一个是Brawler 但是 不管你是哪一种酒 他的结论 这一节经文 不是在讨论 谁是Wine 谁是Beer 这两种都是不好的东西 Mocker也不好 Brawler也不好 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 Whoever is led Astray 所有那些被怎么样 走入邪门 歪道的人 被带走 敏入歧途的 那就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By them 这个them就两个都包括了 又有Wine 又有Beer 反正你就是被酒精 OK 被这个酒给你带上 误入歧途的人 这样的人 It's not wise 都不是智慧的人 都是明智的人 对 都不明智 都没有智慧 OK 所以这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的比较是很有意思 一个是Mocker 一个是Brawler 这个都是我们不想做的人 那不管你是哪一种 反正你被酒给你带 跑偏了 误入歧途的话 这种人你都没有智慧 真言的主题就是Wisdom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的是 怎么追求上帝天上来给的智慧 我们在追求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他一直不停的跟你讨论的就是 这个你看 这就是乖宝宝 这就是好的榜样 模范生 这就是Wise 这边你看 这就是愚昧人 这样做就不好 你不要这样做 整本 整卷书 真言就在讨论这些东西 是的 好 说个题外话 我的外孙就是啤酒专家 正在德国的啤酒学院 金修 马上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中国第一名酒 那叫什么酒 茅台 茅台 没错 我就是投稿的人 就是这个谢妈的人 你们不是有看过那个谁写的东西 他就是红玫瑰 他是白月光 他是我生命里的白月光 他是我生命里的红玫瑰 那你说只能 女人跟花 跟这个白月光扯到一块 这就是用女人的手法 没错 就是这样 双眼里 对 老师 你讲一下这个 ROAR这个单词吧 ROAR是大吼一声 野兽的低吼叫ROAR 他除了在动物这方面用ROAR 还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吗 好 汽车的吼声 摩托车 那个叫什么 电动车 那个启动的时候 那个马达的声音 可以用这个ROAR 人呢 你也可以用 OK 这个完全是见仁见智 我是个怕老婆的人 我听到我老婆的吼声 我听起来觉得那就是ROAR 我就用ROAR 李老师 那个 你带幼儿园的时候 有时候小孩们尖叫一声 是不是也是这个 哦 尖叫不能算ROAR ROAR要比较低沉 比较低沉 然后 这种声音 所以比如说大熊 熊叫 毛虎叫 那种野生动物的那种 比较像 OK 基本上大部分用的是这个 但是呢 有人讲这个 这个什么 长江 滚滚长江 东市水 我听到 大河的吼声 大河的低吼 比如说晚上 我一个人坐在河边 我觉得那滚滚浪淘 那个声音 我觉得就是一种ROAR 我坐在海边 海边的那个海水 翻腾的声音 我觉得它挺低沉的 我听起来 我觉得是ROAR 有人觉得 就是形容它很有气势 是吧 很气势 而且是低沉 那个声音 来的气势很大 ROAR OK 有的人听到火车响 火车那个 柴油引擎动的声音 他觉得是一个ROAR OK 飞机起飞的时候 那个不是有轴承 有马达动的声音吗 我觉得那是ROAR OK 老师 那个ROAR 作为咆哮来讲的话 跟那个RAVE 和那个RENT 这些咆哮的层面上 比哪个就是程度 你打在后面好不好 因为也让大家看这些字 OK ROAR基本上是声音最低的一个 你可以打在聊天框里头 把这些字打出来 那么报警 应该是 那个 打一下 RAVE RAVE 还有一个是RENT 你写在后面 OK 好 RAVE 那个吧 比如说 那个救护车 那个名底 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 包警 那个就是 声音比较尖的 那个 就不用这个 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比较尖锐的声音 不一样的东西 对 没错 我就说RAVE和RENT 都是咆哮的意思 那个是你打的 对不对 你在后面打的 是不是RAVE跟RENT R-A-N-T 是这个字吗 对 这两个单词 怎么样 就是如果作为咆哮来讲的话 然后 哪一个就是说 在 你要看你是什么咆哮 什么咆哮 OK RAVE这种字的话 大部分是那种 人的声音 人的怒吼 OK 它的 它的这种 通常音都比较高 这几个声音里面 最低的就是RAVE RAVE 常常用来讲的是 狮子老虎 或者是熊 那种 好 老师那个 就是 怎么样 实际上它是 我不是说是 蛋黄或者妻子 就是有时候说是 有句话是母老虎 在里面 就是 我觉得是不是 不能用这个 核东思吼 不要表达是 核东思吼吗 就是不是 就是 如果形容 我当然不建议 大家说 这个母老虎 这个 就是或者是 就是 如果看到这个 就形容 这个母老虎的话 是不是不能用这个 RAVE RAVE OK 看这种情况 比如 OK 我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从 从新疆取回来一个 后来证明精神 是有点问题的 他每天早上 转身在那里洗脸的时候 他太太会从后面 就是骂他 然后就是推他 OK 这种突如其来的 好像野兽攻击一样 如果他的声音 又比较低沉的话 你看你这个无聊的人 你看你这个 什么 没助悉的家伙 比如说他的声音 又比较低的话 那这种我们就很适合用 RAVE 对不对 因为RAVE 是比较低沉的 野兽的那种声音 OK 如果你是用 RANT R-A-N-T 这个字的话 RANT 这个字呢 通常是有 无言乱语 而且有 很粗皮的言语的 这种说法 比如说有人 一开口就是 四个字的脏话 或这个什么什么的 那你用RAVE 就很适合 这种的咆哮 他特别在骂人的时候 OK 你用这个RAVE OK 所以看你要形容 他是怎么 如果这个母老虎 你家里的这个母老虎 他每次开口就是脏话 而且都是胡言乱语的话 你可能用RAVE 很适合 但是如果他是 像我那个朋友一样 他的他老婆声音 比较低沉 常常从后面 突然猛的攻击他 那我就 我心里就有害怕的感觉 我用RAVE 就很适合 对不对 OK 好 RAVE 这个字通常是用在 什么地方呢 RAVE 有没有人知道 RAVE用在什么地方 RAVE通常是用在 人生 很多人的声音 比如说现在大家去赌城 哇 里面大家在狂欢 那种很大声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RAVE 这个字 OK RAVE还可以用什么东西 比如说一个人突然抱怨 OK 或者突然就是怒吼 对什么事情不高兴 凭什么 我这个月就没有奖金 为什么张三就拿了什么奖金 那他很 很大的声音 在办公室里骂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RAVE RAVE 所以RAVE是他模拟一个动物的这种低沉的声音 而且好像动物要攻击的那个样子 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情况 你就用RAVE OK 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个滚滚长江东市水 我坐在黄河边上 坐在长江旁边 我都面对这个大自然 我觉得很恐惧 我用 我感觉是RAVE 但是有的人就不觉得RAVE 人家觉得这个长江黄河 哇多美好的河水 那看你在长江黄河的哪一段 对不对 所以主要用这些哪一个字 主要是看说话的人本身 他的感受 我只要是我老婆 凶我 我都觉得是RAVE 因为我就把他当成一个野兽一样 他常常这样骂我 那样骂我 OK 都是突如其来的 突然间就骂我 这是有的人还会 比如说一个人 他在那里咆哮 然后很讨厌这种人 然后想说这种人 用哪个词比较恰当一点 很多状况都可以用啊 你可以用RAVE 你可以用RAVE 都可以用 都可以啊 哪个厉害点呢 比如说就是想很解气的说 这个人 咆哮 讨厌 他不是用在解气上 这些不是在解气上 用这些动词是让听的人感受到 我的感觉 就是使用的人感受 比如说想跟人家说这个人的状况 我就说他 那哪个词就比较变 感觉Rate好一些呢 Rate因为他有说这个人说话粗鲁的那感觉 对 Rate比较粗鲁 比较胡言乱语 说脏话 OK 他如果没有这些问题 只是就是在那里大声的抱怨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用RAVE 他在那咆哮 对这个 Rave就是程度轻一点 Rate呢 就程度狠一点 不能这样讲 要看你用 也是要看场景 什么事情 对 是不是比较贴切 那个场景 对 然后用Rate呢 就是比较 就是那种贬义的 像动物似的咆哮 ROAR ROAR是低声的 比如说低声 像后面那个Ever在问说 低声的雷声 OK 如果这个雷打得让我非常恐惧 我可以用ROAR 没有问题 用ROAR 我看见人家描述河水 描述这个海 海的声音 描述火车的发动机的声音 甚至有人描述这个飞机起飞的声音 就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可以再简单说一下 那个 就是Rave和Rent的 简单说一下 我刚才没有认真听 谢谢老师 简单说一下就可以 OK Rave的话 第一个字 R-A-V-E OK Rave的话 因为我后面打的黑板不太方便 Rave的话 指的是说 这个你在一个人生很喧哗的地方 很吵杂 形容那个人在那里 狂欢的时候也可以用Rave这个字 OK 第二个 如果你是要讲到说 他在抱怨 某个人在抱怨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用Rave 就是他突然间那个就从零到一百 吼出来 凭什么 我这个月没有奖金 Rave OK Rant这个字 R-A-N-T 这个字比较强调的是 这个人讲话 胡言乱语 而且会就是比较低级一点 他又会讲脏话的那种 OK 这个我们用Rant 高先生跟我打电话 他说 刘鹏想受洗 还可能他父亲俩一起 我先把他灭掉 OK 好 所以呢 Rant这个字呢 就是比较是 他的言语粗鲁 而且他胡说胡言乱语 他会讲脏话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说 突然进来一个土匪 刚刚我被抢了 那个土匪 他是Rant 去命 他可能讲了很多脏话 怎么样怎么样 Roar呢 是一种模拟动物低沉的声音 比如像老虎 狮子 大熊 这种 或者是我们的电动车 摩托车 那个启动的声音 马达的声音 那个启动的声音 很多时候他们把它形容 用的字是用Roar 但是我也看到过他们大海的声音 河的声音 或者是打雷的声音那种 比如说从远方传过来 那个我们一开始是感觉 那东西很低沉的声音的 这种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Roar OK 所以Roar的话呢 一般比较少用在讲人的声音 人来形容人的声音 但是如果那个人跟你讲话 比如说我走在一个 黑暗的巷子里面 突然有一个人低吼 朝着我冲过来 让我吓一跳 像个动物一样 我可以用Roar这个字 对不对 所以要看 你要讲这些所谓的咆哮 大声 骂或怎么样 你得看 他当时是什么状态 你要描述 你要用的是哪一个 所以工具很多 我们越学越多 很多个动词 但是哪个比较贴切 你想形容的 对吧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 二十章 四节 四节 怎么样 这句话写得非常好 这个 这个 就是当季 当季的 就是应该是在耕种的季节 就是属于耕种 耕种 就是在耕种的季节 他并不去 这个拨种跟踪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收获的季节 丰收的季节 他只有赶点眼看着 并且什么也找不到 那啥也找不到 是 注意那个发音就是plow 那个ow 嘴巴要大一点 plow 这个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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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ow plow in season 对 他的翻译说 东韩不肯耕种 OK 但是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东韩 但是这个in season 就是指了说 他在该离田的这个季节 对 我在 我不是农民出身 但是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讲的就是 我们在冬季 冬末的时候 已经有点雪融化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要开始 离田翻土地 或做什么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因为还不是 天气还有点冷 那这个人就不想 在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 他什么都比人家慢一点 也不肯做 真的是懒惰 slugger 所以到最后呢 人家收成的时候 他就什么也收不到 是吧 所以我这个觉得 那个安卓弟兄翻译得更准确 都可以的 当季 印季 这都可以的 in season in season 就当季的 比如说这个 食令蔬菜 in season vegetable vegetable in season 对 就是食令蔬菜 对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 这slugger和那个lazyness 其实都差不多了 slugger更形象 你讲到这个slugger的话 就是完全没得说 就是一副懒的汉 懒鬼 ok 懒的不能不想动的 ok 我们刚刚形容的 那没有比更懒了 对不对 手拿到盘子里 但是都不肯把它从盘子里抽出来 放到嘴巴里 放食物 绝对是大大的懒 对不对 slugger 对 laziness laziness是一个名词 指他懒这件事情 这个懒这个名词 叫laziness 比如说这个地区的人 都是因为懒 造成了他们食物供给不够 假设啊 有这么一个地区的人 不管在哪里 ok the laziness of the people 就是这些人的懒散 他们的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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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个laziness就是一个名词 这样子 对 反应是就是这个 dilligent dilligent people 很勤快 很勤劳的 勤勉的人 人民 老师那个shiftless 也是偷懒的意思 shiftless 在哪里解 shiftless shiftless 是在 shiftless 就是 就是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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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章 19章的15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了 它比较有印象 是 我问你 shiftless ok shift跟less 这是两个字合起来 对不对 对 合成值 好 那less 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 凡是less 就表示没有 没有 不存在 对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什么叫做 为什么要用一个shift shift 在我们工作中是叫排班当班的意思 排班当班的意思 那就说他不上班 这样 不工作 这是一个shift 比如说我们护士 三班 对吧 有人是白班 有人是晚班 有人是夜班 这个叫shift 一个shift 一个shift 通常shiftless指的是什么人 是指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 没有值班的人 没有值夜的人 这种叫做shiftless 他连班都排不进去 他可能就初一十五来给你个班 上两个小时就没有了 不稳定的 工作不稳定 没有正式职业的人 我们叫shiftless 或者是说他 是说他不想上班 不愿意上班 不愿意当班的 所以laziness OK 指的是那些懒惰 OK 懒惰可以使人怎么样怎么样 theshiftless是指那个人 那种懈怠的人 他没有正式的工作 他也没稳定工作的人 叫theshiftless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金老师 你从六点开始 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辛苦了 OK 好 那个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可以提建议 请说 就是咱们的提问环节 可以稍稍缩短一点吗 因为你的 你每天这样子 非常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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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些单词我们可以放在自己边可以并重了解 因为还要涉及到那个创世纪的讲解嘛 就是这样太辛苦了 我感觉在一个问题上不要纠结得太久 我也就是可以有些单词我们可以私底下自己去研究去做 有些 有些很多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那个 今天那个关于那个eat 这个带子 纠缠了我看差不多半小时 这样 不然的话老师你这样太真的是在墙太大了 然后我没办法我只要去上个厕所了 我建议就是每一个环节 我建议就是每一个环节能不能限一下时间 不然这样老师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天 咱们就争取十点半左右结束 今天创世纪明天再讲吧 好 太晚了 听力点 收到那儿剪切也不好点 好 难得太长 是啊 我就觉得往往在一个问题上 就是每天时间还是要 反复的纠缠时间太长了 不过我有的时候我们花点时间 有的时候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同样的情况 明白 不会碰到 如果大家今天能完全了解虚主词的结构的话 明白了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再继续纠结 对不对 OK 那我们了解虚主词的使用是怎么使用 他一定要一个it is什么什么 他主要就是因为那个主语太长太多字 所以他的习惯就是把它丢到后头去 前面就是it is 他把重点先讲出来 他的重点是说这样是使人是有尊严的 他重点在这里 至于你怎么样怎么样做就在后头 因为他字很多就在后头 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很像 比如说我们讲说什么样是美女 中国现在美女的标准是it is OK什么什么 他把前面告诉你 这是个主题就在讲这个标准美女 后面他可以把所有的条件 123456 一定要18 我随便乱讲 165以上 要体重多少以下 必须受 必须受过高等教育 必须什么 全部的条件都写到后头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美女 OK 那这样子的句型呢 就是他们美国人 他们英语的世界里习惯这样做的 OK 习惯这样 所以虚主词有它的必要性 就它的必要性 OK 谢谢 今天讲了挺透的这个句子 这样这一类的句子 我也正好心修以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我是感冒了 难得这个沉浸式学习 还是暴走了 所以觉得今天生活非常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以 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还是以经文为主 就深一点 透一点 那至于说说 自己干啥 毕竟是一个补充学习 如果说我们时间宽敞了 那个学习也挺好 但我觉得今天经文 我真的是觉得 就这么细啊 这么深 是挺好的 就是我们大家也都能理解的 很厚一点 还是应该有我们这个 真言非常重要 因为真言是一本智慧书 智慧不是讲的 我们一般人世间的这种 小打小闹 然后这种精算 精明的计算 不是讲这种东西 真言本身就是一个天上来的智慧 是神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神怕我们做很多事情 不明白的时候 他就不断的用对照题 你看都是对照比照 你这样做 你就是聪明啊 你这样做 你愚昧啊 OK 你看这种人就是这样 那种人就这样 不断的把所有的例子 通通举出来 就让你整个通透 OK 很多人忽视真言 很多人把他真的当成 我们人世间的座右鸣 或者我们大笔一书 写个什么东西 挂在墙上那种东西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其实真言真正的目的是 他是给我们一个 对于属天的智慧的一个指引 你一定要了解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智慧 跟你人世间的那种精明计算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怎么做才是有属天的智慧 怎么样 你在神的眼中看来 你就是愚昧的 你就是愚昧的 OK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信仰的这个 这个 也不能说什么 什么进 也不是什么进程 但是你在一步一步 你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 除了我们了解一些历史书 留犹太的这些文化 历史的进程 神与犹太人之间 怎么样相处以外 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越来越进入 越来与神亲近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 属天的智慧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觉 如果你真言这本书 这卷书你好好的读的人之后 你豁然开朗 因为你已经把智慧书读通透以后 你以后再看其他的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下面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你就会戴上一副 不同的眼镜去看东西了 因为你就开始用神的眼光 来看这所有的事情 你用神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 很多人读旧约的历史 哎呦我好烦哦 哇一下这个打那个 那个又什么 我们读的时候会有点慌乱 是吧 我们又不活在那个世代的人 也不懂得 为什么要这样 比如说立位记 哇你们这些祭祀的时候 这麻烦那麻烦 我们不了解 可是当你读透了这个智慧书以后 你试着再回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发觉你自己变了 你就开始用戴上一副不同的眼镜 去看这些东西 你开始用神的眼光 去看这所有的事情 这个是会给你 这这卷书是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进步 很大的长进的一卷书 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所以其实 真言这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我们要了解那个 语法啊 发音啊 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神要跟我们说这些话 然后有的时候你要看看上下文 为什么这一节经文放在这个的后面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是什么事情在提醒我们呢 OK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尽可能的能够看看上下文 然后到某一个阶段以后 要慢慢的把这个 把这个中文的翻译啊 实在不了解的话 你先放一遍 你至少用英文 你要去了解它 可能会对你更有帮助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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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赶快休息啊 休息了 老师这个 老师你快休息吧 问题肯定都还有 每个人可能 有长流 等一下 再来个四年 休息吧 好保养伞子 刚刚有一位姐妹 讲的是什么 十六节是不是 十六节老师这个 contemptuers 这个词 contempt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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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 它也是一个 轻蔑免视的意思 是吧老师 在这里 它这个就是 contemptuers 本身就是轻视的意思 对吧老师 没错 没错 然后他讲的是 He who is contemptuous 这些人 他们都是 contemptuous 讲人啊 注意这个形容词 它是修饰必动词 所以它是指这个主语 he who 这一类的人 这些人都是非常鄙视的 非常轻视的这样的一个人 OK 他轻视什么东西呢 然后呢 这些忽略他的 his way contemptuers of his way 他对于他自己所走的路 很轻忽 他不重视 我反正摆个小摊 做什么生意也好 我常常讲些谎话 也OK OK 他对于自己所走的路呢 常常都是很轻视的 OK 不在意的 不在意这些事情 很鄙视这些东西的 这种人是一定 避致死亡 OK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对什么什么的 亲和后边 这个是用加 of 对 逼动词 contemptuers of his way contemptuers of 所以这节经文里 是两个非常清楚的 在比对 第一个 是指那些 会遵守诫命的人 遵守诫命的人 他一定是爱主 敬畏主 这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对 OK 这样的人 他会怎么样 guards his life 因为他知道 他的生命是可贵的 是神给的 所以他一定要保全 自己的生命 对吧 OK 他经手诫命的人 但是另外一种人 他不在乎 他做什么事情 今天有人叫我去抢劫 我就跟着去抢银行了 OK 所以他走的道路 his way 他其实很鄙视 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 很轻视这种东西 明天有人叫我去种田 我去种田 后天有人要 叫我去偷窃 我就去偷窃 这样的人 他不懂得 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的意义是 生命是神给的 所以这样的人 一定会死亡的 必然招致死亡的 所以这两个 再给你做比较 这个比较 还是一样 回到我们的智慧跟愚昧 你马上就看出来 谁智慧 谁愚昧 一看就知道 对 所以你读智慧书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不能用你个人社会经验 哎呀 我有20年的工作经验 我有30年的这个社会经验 你用社会经验来套在我们的真言里面 你是绝对读不通的 你没办法读 没办法读 所以通常能够读到真言这一卷书的人 这是我个人看法 下面也是我个人看法 你至少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你接受这个信念 然后你再从 你再从 所以我告诉你 你最起码 现在我们已经读到19章了 已经一半都过去了 你读到这个阶段 你至少应该懂得 戴上一副上帝给的眼镜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 那你就全通了 必然通 可是如果你还是不时的用你社会工作的那些经验 来看真言的话 对不起你读不通 我就算把英文都给你解释清楚 你还是不明白 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 这个里面都是上帝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 很宝贵 他很需要我们 上帝需要我们去学习上面来的智慧 OK 所以你一定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 你才能读得很通透 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 你除了把这些生词都搞清楚以外 你不懂明白啊 他们就算组合在一起 你都懂了每个字的意思 但组合在一起你就不懂了 是不是 Obey instruction 什么意思Obey instruction Obey我爸爸妈妈的instruction吗 绝对不是 Obey instruction 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 神 遵照神的诫命 遵照神的诫命 你一定会想办法保守住自己的性命 为什么 因为你遵守诫命 敬畏神的人一定知道 他的命从哪里来的 谁给的 神给的 That's right 一句话就解决了 是不是 OK 所以 所以这一句 马上我就通了 对不对 除了生词搞通以外 我意思 我意思马上就通 我就明白是什么 OK 后面 后面 contemptuous of his way 那就是那些没有立场的人 今天叫你去偷去偷 明天去抢去抢 后天叫你 我们这边要准备抢银行了 你也加入一份吧 他也去了 这就是contemptuous of his ways 他所走的人生的路 他不在乎 他根本看不起这个 只要有钱我就干 这种就是contemptuous of his ways 上帝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走福音的正道 这个way这个字 多么重要啊 way很重要 你要走上帝的路 你不是走你自己想做的路 张三叫我去抢 我去抢 张三叫我去偷去偷 那完全就是contemptuous of his ways 我们不能这样做 所以这样的人最后怎么样 他一定要面临死亡 招致死亡 我讲的死亡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ways 因为这个加的是复复形式 它表示是上帝在每一个方面 都有不同的路子 他都藐视 是不是显示 注意这个地方主语 就指的他自己的行为 他自己的行为 对对对 他自己的路 他自己的方法 而是他自己的 contemptuous of his ways 对对明白 看清楚了 就是他轻视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行为 不负责任 就每次凡是说是神的道的时候 都是用单数 凡是非所问的人的话 都是负数 太好了 因为神只有一条道 对对对 我就说是这个意思 这什么是 明白了 明白了 是 彻底明白了 我们这个课程 可贵的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在怎么样 研究上帝 为什么这一卷书 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读啊 我们如果不能读出 上帝的心意来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 就没有任何价值在 这个课程 最可贵的是 因为上帝给我们 这是一本智慧书 嗯 是的 对 谢谢老师 对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OK 要去看这些书 我们现在不是把这个课 开在什么 美国某大文学院 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大家真的就是学英文 就真的是学英文 学英文 学完英文就没有 但是这个这本书本身 是一本奇妙的书 圣经它本身 是一本生命的书 会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读 才能 所以每一个经文 你读完了之后 你们一定要体会 OK 一定要体会 是 哦 这个Engel Lee 讲的这句话非常好 他说 真言真的需要 在华人群体中推广 是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因为它是属天的智慧 智慧书很重要 OK 如果我们只是把四福音读完 认识了耶稣 然后再把旧约的圣经 稍微读一读 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 毕业了的话 你知道的太少了 太遗憾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决定这样做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你太 我会为你觉得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因为这本书是这么有 有力道的一本书 这么重要的一本书 你错过了 属天的智慧 这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是不是 需要反复的来 来诵读 然后来 Medicate 默想 是 然后我们真的要理解 这他里面的每一个经文 讲的是什么东西 它一定有很深的意义在的 一定有很深的意义在 而且其实真言读起来 也并不枯燥 对吧 人家把那个懒成 那种懒鬼的德性 都写给你看 懒到那个地步 手已经伸到盘子里面 都懒得再把它伸出来 放到嘴巴里 把食物送进去 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 但是你想一想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有很多时候福音 这种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上帝已经送到你嘴边了 很多人就是那个slugger 他懒得福音就放在你手边 只要你把它拿出来 吃下去 你就 你就享有这个福音 享有这个智慧 但很多人 那个动作 不想做 太懒了 的确是这样子 对 所以 所以这些 其实 真言里面的这些 很多的经文 都是很经典 而且是 拍案叫绝 你有机会的话 你把这些拿去读给你的孩子听 或者你传福音的时候 去用到 你会觉得 哇 这个怎么世界上会有 这么奇妙的书 有一本这么好的书 而且这一卷书上帝给我们 现在是免费的 你在网络上 你随时可以下载 整本的圣经 人家没有说 你先看七页 七页以后开始收费 没有啊 人家整本送给你读 而且生命的道理 生命的钥匙 就在这本书里面 是吧 谢谢老师 我觉得有点 不是光学英语 而有点受到 受到那种感觉 谢谢老师 感谢神 就是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在线上 一起来学习 然后让我们真的是 从中体会到很多东西 这个是 因为这是一本智慧书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 我也知道有相当的难度 然后也感谢很多弟兄姐妹 一起帮我 因为他们很多人 你们之中有很多人 懂得比我还多 知道的更多 所以 就是 就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 我很希望大家 就是好好的来读这些 对 都是主的恩典 是 感谢神 因为进来以后 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每一个老师都特别尽心尽力 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的 真的是福 福分 感谢神 叶老师 这个 就是上帝的路啊 他亲乎上帝的路 你觉得是上帝的路吗 你觉得是上帝的路吗 你再想一想 我觉得他亲乎他自己的路 的话 他自己的路本来就不好 应该他亲乎上帝路 才会死呢 亲乎会死 他自己的路不用 是吧 这里是指的是 他自己的行为 Behaviour 当然是 我跟Naomi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也是这样说的 起步了上帝的路 他是亲乎他自己的行为 跟temperature 对 跟temperature 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 Naomi你在睡觉 我刚刚不是举了那么多例子 人家叫我偷 我就去偷了 人家现在叫我抢银行 我就跟着去 我也算一份啊 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抢银行了 这就是Waze啊 但是那些有智慧的人 人家遵守神的诫命的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这个奸银 不可那个 他对自己的生命 这个Life不一定是你实际的生命 你的灵命啊 他要好好的保住自己的生命 不可以做那些事情 我叫你去抢 你就去抢了 去抢银行 我叫你偷 你就去偷了 叫你去制作坏事 你就制作坏事了 不可以 对不对 嗯嗯 真的明白了 是他的behavior 对 没错 所以这样的人 就必死无疑嘛 自己找事 你今天抢银行 明天叫你干另外一个坏事 你也去了 后天叫你去缅甸 你也去了 他不早死吗 will die 嗯 现在监狱里好些都是这样 清晰自己路的人就组错了 对 所以基督徒本身 我们是有很尊贵的身份 你要看重你自己 你是神的儿女 你这个身份很不得了 多少人想要有这个身份 可能都没有啊 我们是有这个身份的人 我们是天父阿爸 是我们的阿爸 我们是非常有尊贵身份 你的身份就是像那种 王室的公主 王子 国王一样的身份 你比他们还尊贵 那你怎么可以对你所走的路 你自己有随便乱搞了 怎么可以呢 怎么会可以 contemptuous of your ways How can you do that 查理国王 什么时候你跟英国的王室 你看他们什么时候 contemptuous of his ways 从来没有 人家那个走出来一板一眼 哎呦 讲话做事 吃东西什么 人家都很有样子的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 如果是基督徒 我们是有身份 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应该有高于 世人的标准 跟行为的准则 对不对 你要看重你自己啊 你不看重你自己的话 魔鬼是很容易攻击你的 太容易了 So remember guards your life 你要guards your life 你要保守住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你的灵命 你的灵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一节经文 其实就可以对我们来讲 是有很多隐身的意义 我们要深深的体会 这些经文的意义 好 感谢神 OK 谢谢老师 这节经文 真的是让我们反思很多 谢谢老师 辛苦了 收获很多 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一定要很有耐心 OK 然后我们要感受的是 神在这些经文里面 到底要给我们 怎么样引领我们 所以你的 这种读经的时候 这种祷告 默想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我们这里能做的是半套 我们就是领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 我们也一起享受 这个经文 但是后面需要你读了以后 要在你心里面要发酵出来 在你的行为里面 在你日常生活 要落实 还有你跟神之间的祷告 那个是你自己做 我们就没有办法参与了 是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 读经跟祷告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的残酷 老师 再见 老师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辛苦了 快点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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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了